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威哥影视说 今天威姐将给大家解密一下 目前正在热播的庆云年 关于这部电视剧 可以说真是一部脑洞大开的科幻剧作 说它是科幻剧 因为很多观众在第一次看到这部剧的时候 都以为这是一部架空历史的古代穿越剧 因为中国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庆国这个朝代 但是观众的这般理解并不准确 因为原著粉都知道 庆云年所写的时代背景 并非中国的古代 而是未来 所以说它是历史架空剧并不太准确 因为未来可能真的会有庆国 那么若非原著粉仅仅只是一般的观众 怎么知道这是未来而并非过去呢 从剧中 细心的观众可以从范贤和藤子精的几句简短对话 看出端倪 首先 藤子精说过进朱者赤 进末者黑 范贤问他是否知道出处 藤子精只答远古流传 不知道出处 大家请注意 这里说的是远古流传 而非前人流传 后来范贤指出 该段对话 出自于近代富玄的 太子少富珍这本书 可是藤子精却是满脸的疑惑 表示完全没有听说过进朝 于是范贤就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穿越到了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他本以为自己穿越的时空 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朝代 但是藤子精的回答完全否定了他的设想 其实最先开始 不光是范贤不知道 庆国所在的年代是未来 就连观众也很难想象得到 毕竟在我们的思维逻辑中 只要一穿上古代的服装 我们就会先入为主的认为 这就是历史上的古代 所以这里的编剧和导演可谓是用心良苦 将这部科幻剧伪装成了穿越剧 从头到尾都没有明说 范贤穿越的就是未来 而是留给诸多的线索给观众仔细揣摩 所以在这个未来世界里 或许发生了世界末日 毁灭了已经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 而且这种毁灭是彻底的抹杀 以至于连杜甫的灯高和曹雪芹的《红楼梦》 这样的文化瑰宝都已经失传了 只有像《禁诸者赤气摸着黑》 这样简短的句子流传了下来 不过这部热播的网络神剧 《威姐》也是才看的 目前正在狂谱剧集中 后期会有更多的关于这部剧的解密 与大家分享 有喜欢庆余年的小伙伴们 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点赞和评论 或者投个免费的硬币 来支持一下我的频道 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